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猫按了按遥控器 却发现电视一动也不动 小树蛙接着说 不会又坏掉了吧 该不会 我们又需要再缩小一次了 狐狸猫说 小树蛙 你先别紧张 说不定只是电池没电了而已 狐狸猫打开了遥控器 狐狸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并说道 看来这个遥控器的电池 是利用串联的方式接起来的呢 小树蛙插嘴说 串联 可是这电池是并排放的呀 电池串联不是应该要让电路中的两个连接点之间没有分支 电池们是串接在一条电路上的状况 这电池为什么是串联 在电池座中的电路其实是这样接的 我们可以把电路画成简图 可以看得出来电池们是串接在同一条电路上的 所以是串联电池 小树蛙点了点头 又提了问 他好奇串联电池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狐狸猫便接着介绍 其实不只串联电池会对电路产生影响 串联灯泡也会哦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在原先一个灯泡一个电池的电路中 多串联一个灯泡或是电池 会对于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今天我们多串联了一个灯泡 电路会变成这样 我们想要观察 电池跟电灯门之间的电流以及电压关系 会分别需要用到安培计以及福特计 但我们应该怎么接安培计以及福特计呢 小树蛙说 头好痛哦 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我记得想要利用安培计测量电流 安培计要跟代测的电路元件 以串联的方式连结 如果我们想要测量通过灯泡的电流 电路要以左图的方式连结 为了在电路图上表示方便 安培计以这个符号来表示 而想要利用福特计测量电压 则是要以并联的方式 与代测的电路元件连结 如果我们想要测量通过灯泡的电压 电路要以右图的方式连结 并以此符号来表示福特计 狐狐猫说 其实就是依循着这个规则去接的 所以架设好的电路图会是这个样子 两个灯泡以及电池 接有并联的福特计横跨两端 用来测量它们的两端的电位差 而在电池以及灯泡旁边都安装上安培计 这样就可以检测电流了 真的去做实验后 我们会发现各处电流大致相同 也就是经过电池的电流 跟经过灯泡一和灯泡二的电流相同 电流间会有这样的关系 而电池两端的电压 大约等于灯泡一的电压 加上灯泡二的电压 也就是说 电压间则有这样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发现 当电池固定时 电路上串联的电灯越多 总电阻会越大 电路上的电流越小 每一个灯泡两端的电位差也就越小 电能转换成光能也就越少 自然就越不亮咯 小树蛙点点头 原来串联灯泡会有这样的效果 突然间小树蛙啊的一声 并说道 狐狸猫 快啊 我们的卡通已经开始演了 再不赶快修好遥控器 我们就跟不上卡通的剧情了 小树蛙抢过遥控器乱按一通 但还是行不通 电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冷静下来的小树蛙问说 你刚刚说遥控器里的电池 是用串联的方式接的 那电池的串联 会对电路中的电压 以及电流 带来什么影响吗 狐狸猫说 那现在在原本的电路 加上一颗串联的电池吧 小树蛙 这次接上检测仪器的工作 就靠你完成了 荧幕前的你 可以帮帮小树蛙吗 狐狸猫说 没错 这样接就对了 你会发现 跟只有一颗电池的电路系统相比 灯泡变亮了 通过灯泡的电流变大 电压也变大了 横跨在灯泡两端的电压 会等于两颗电池提供的电压总和 我们可以知道 电池串联所提供给灯泡的总电压 也就是电池一 以及电池二电压的加总 电压之间的关系 会像是这样子 有这个规律 我们可以知道 电池串联后 提供给电路的电压 会等于各个电池提供的电压总和 所以串联越多的电池 电池们也会提供越大的电压到电路 而灯泡分到的电压越多 灯泡亮度也就越高 小树蛙紧接着说 OK OK 我懂了 那现在我们赶快来修遥控器吧 狐狸猫说 因为电池是串联的 表示要两个电池加起来的电压 才能驱动 倘若有一个电池电压不足 就不能用了 小树蛙紧张地说 那我赶紧换电池吧 小树蛙说 耶 终于成功了 原来就是它没电了 狐狸猫转到卡通台 却发现了卡通 多拉居梦已经演完了 小树蛙顿时好沮丧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又要无聊地度过了 但狐狸猫突然注意到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紧接着狐狸猫对小树蛙说 诶 诶 小树蛙 你看外面的雨停了 不如我们去看一看月亮吧 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 在电路中 电源在我们的例子就是电池 所提供的电压 会等于电路中电气 在我们的例子中 也就是灯泡 所消耗的电压 而灯泡串联时 总消耗的电压 会是各个灯泡消耗的电压总和 而在电池串联时 总提供的电压 会是各个灯泡消耗的电压总和 而在串联的状况下 电路元件接在同一电路上 电流的大小接相等 经过电池的电流 与经过灯泡的电流相等